北京时间5月4日,西甲联赛第35轮开战,西班牙人在征战西甲的第2700场比赛中迎战马德里竞技,吴磊斯一手发出场,西班牙人发挥出色,凭借戈丁的乌龙球和伊格莱西亚斯的梅开二度,西班牙人3比0击败马径,冲击欧战右线新曙光,也创造了主场拿分记录。 西班牙人在征战五轮保持不败,收获了二胜三平,其中战胜了赫罗那和阿拉维斯,打平了莱万特、塞尔塔和皇家贝蒂斯,不过仍然排名西甲第11,距离欧战区有6分。 双方近10次交手,马径取得了6胜2平2负,占据着明显的优势,不过上赛季西班牙人主客场,双杀了床呆军团,本赛季西甲第17轮,凭借格列兹曼的点射建功,马径主场1比0小胜西班牙人。 上轮打替补的伍磊此一回归首发,这是伍磊在西甲的第14次出场,五大联赛的出场数,追平了薅继敏的出场次数,仅次于孙继海的123场3球7助攻, 少嘉一的67场4球3助攻,杨晨的65场16球10助攻,以及李铁的34场3助攻,排名机身历史前五。 吴磊在上上轮打破了进球荒,之前13场比赛,吴磊九次首发,取得2进球1助攻。 今天面对马德里竞技,开场不到30秒,吴磊为球队赢得全场任意球。 不过因为实力劣势,开场阶段还是满进占据了场面上的主动。 第三分钟,莫拉塔直面门将,不过射门被别哥洛佩斯化解。 第十七分钟,西班牙人获得任意球机会,格拉内罗普射被奥布拉克封堵。 第二十五分钟,伊格莱西亚斯在禁区将球交给吴磊,可惜吴磊的扣球被哥丁掀出一脚解围。 上半场,吴磊暴露得更多是和世界顶级后卫之间的差距。 第四十五分钟,泰德罗萨断球,高速突破进入禁区后转中,马进戈丁解围乌龙。 西班牙人取得1比0领先。